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表示 大陆各方面发展都非常快 有些甚至是梦想不到的 然而 这两天前台中市交通局局长王毅川却声称马英九被骗了 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的说法 在网上持续发酵 起因是媒体报道了国台办主任宋涛与马英九一同乘坐高铁 由武汉前往长沙 列车时速很快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 窗外景色飞逝 但车厢里平稳如在地面 宋涛主任向马英九先生介绍高铁给大陆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马英九详细询问了大陆高铁轨道的情况 并称赞大陆高速便利 在岛内绿媒近日的一档节目中 在谈到马英九称赞大陆高铁的话题时 王毅川声称 大家不要被马英九那张照片骗了 马英九也被骗了 马英九坐高铁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靠背 大陆的高铁没有那个靠背 那是大陆弄给你的 他还声称 连高铁桌面上那条白色的餐巾桌布也没有 那都是自己带的 针对王毅川的此餐言论 有岛内网友称 扯到外太空了 无言了 只想大笑 还有人表示 这水准的人上大众节目 真是侮辱了台湾人民的智商 还有网友贴出大陆高铁的照片反问道 所以 这不是靠背 是什么 王毅川在岛内号称是交通方面的专家 岛内舆认为 王毅川学历 精力 光鲜亮丽 却发表无知言论 不是蠢而是坏 为了每期两三千元新台币的通告费斯文扫地 或是为冲刀民进党的侧翼洗脑台湾民众 根本不问是非 针对此事 4月12日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班言人朱凤莲表示 提到大陆的高铁 可谓举事瞩目 目前大陆高铁运营里程4.2万公里 通达93%到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到2035年 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7万公里左右 5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部高铁通达 坐着高铁去旅行早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的生活常态 许多台湾同胞也非常喜欢在大陆坐高铁 很安全 很舒适 很方便 朱凤莲指出 马英九先生和团组中的一些台湾青年学生 首次来大陆 三次坐高铁进行跨城旅行 感觉都不错 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过来 坐着高铁看大陆 体验日行千里 景不同的感觉 我们也相信在两岸实现互联 互通 应通 尽通之后 两岸民众可以坐高铁 便利往来两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